哈喽大家好,今天又要和大家讲讲个荷包问题,因为大环境现在已经是去到一个本来在下面波动的,现在慢慢慢慢的上了水面 而这个大环境的改变一定影响到每一个普罗大众了,为什么会讲这个话题呢? 首先你看一下美国的评级公司,还有几家,目的就将大陆里面的整体经济和香港的评级已经去到负面了 然后又将大陆八家的内银,即是内地的银行,又是将它降级,然后还有十八家的大陆企业全部是降级的 现在目的会不会带动其他的外国评级呢?中国自己的评级当然,美国那些评级,中国那些是稳定的 这个趋势其实显示了一件事,你说这个是宣传战,公关战,信心战,金融战的其中一部分你可以这么说 香港政府,北京等等马上站出来反驳目的这个评级,就说这些来说就是不科学啊 你说去到别有用心啊等等,同样是可以打宣传战的喔 我经常说这些所谓什么战,宣传战,心理战,其实是涉及到一个总体的综合角力 就是别人打这些仗的时候,不是单单跟你打数字的,那你还要看你整体中国的经济实力 那我稍后会详细讲的啦,做一些比较,做一些观察,不是结论啊 那跟着呢,就是,其实大家还要看你整体的超限战怎么打的嘛 不是说,我说你目的,你乱说的,有些人觉得真是外国这些是乱说的喔 因为其实是影响着国际投资信心嘛,但是这场战役怎么打呢?中国往外这些方面呢 就是所谓软实力不够啊,崔天海说的,驻美大使啊,那实实在是这样的嘛 好了,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些具体的东西,那香港政府就不断反驳啦,好了,具体看的 那现在香港金融界人士已经,只是看香港股市而已 因为国际金融城市呢,就包括了股市,期货,期权等等嘛,是吧 那香港就很奇怪的,是以股市为主的,其他那些呢,你看到不活跃的,是吧 黄金买卖有,但是股市是最主要的,好了,看回香港股市啊 香港股市,现在那个刚刚最新出来的统计,就是全球性的 香港已经刚刚刚,就是由第三位,就是全球的前三甲已经跌了下去 因为为什么呢?香港在今年以来那个市值呢,已经不见了二十万亿 由五十五万亿呢,是降到三十三万亿 那从你这样讲的时候,人家可能没有上升到的 比如说日本,但是日本现在去回第三了,香港去第四了 好了,接着香港现在大概是第四位,市值是四千六百多 四千六百七十一亿美金,是吧?那接着呢,就是印度 刚刚最新公布,印度是四千亿美金了,那已经去到第五位 和香港呢,相差无几而已,但是你再看一个态势 那个态势就是印度呢,是今年那个市值已经是二零二零年 就是大概三年前,那个上升了两倍 我不敢相信香港的下跌,那个总体市值 而印度那个GDP呢,单单今年第三季度是增加了7.6% 而整年那个上升的速度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都经常说中国的GDP上升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但是中国就不讲印度,印度是倍升的,是吧? 那当然呢,总体来说,讲个total volume呢 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那个GDP的总量 中国仍然是第二,很快追近那个美国了 但是整体的来说呢,你看一下,这个是你追我赶的嘛 中国不能够单单去跟现在的那些停止发展 发展得慢过中国那些,做对比什么人家那些呢? 你看新加坡,是吧?那个发展呢,已经可以看到了 这个是香港一个很大的挑战 股市也好,总体经济也好,再看另一个股市的数字就是IPO了 就是说很多首次主要去上市去融资等等的来说 好了,今年以来呢,就印度的IPO66亿美金 第一次超过香港,那接着呢,香港现在都OK啦 53亿美金啦,不过是下跌的喔,是下跌了58%喔 那即使呢,有不少的来香港,上市啊,IPO啊 但很多是大陆公司来的嘛,是吧? 那所以呢,这种糖水滚糖鱼的状态是怎样呢? 是令到大家再看下,喂,香港总体的恒生指数啊 现在大概是17000点,18000点,徘徊啦 跌破18000点,喂,那时候是2万多点的嘛 那更早的时候,不要说以前了,越说越伤心了,是吧? 那所以,大家看啊,现在连台湾的股市的指数呢 都已经是超过香港了,不过,必须要说清楚 这个指数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那个指数可以定的时候 是和国际上没有比较的嘛,是吧? 那台湾总体那个股市的市值呢,仍然是低于香港很多的 而且台湾那个股市主要是吸引内资的,是吧? 外资很少看台湾股市的,但是它的气氛,最主要的气氛是上升的嘛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呢,香港过去还有北水南调 就是说大陆的钱来香港足够,但是今年上半年 北水南调又比去年的上半年下降了40% 那现在香港不断说吸引外资来,那最近都有些外资来 不过呢,外资者是北方的大陆企业来香港 发一下这个,搞一下科技创新等等,在这个科技科学园等等 那其他那些来说,大陆自己本身都不够钱了,是吧? 那所以整体的来说,就不是别人唱不唱衰你的问题了 而是你自己本身的整体的实力够不够了 那还有一点,香港也好,大陆也好,经常忽略了一点的 就是别人看你这个地方的评级,不单只看你的经济表现实力的出口等等 还看你这个地方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嘛 中国呢,它其实将这些东西放在一边,就觉得我经济实力好 它说的经济实力是官媒,就是官方机构各有企业 那你民营企业又半死不生,就是生,但是就不是很活跃那种 好了,那现在我们再看看,别人去放低你的评级的时候来说 那别人的理据在哪里呢? 好了,刚刚这段时候呢,就是中欧峰会就在北京举行了 我们的新闻跟着很贴的,这个中欧峰会是欧盟以政府为代表的 那来到中国,跟中国近乎讲数,摊牌了,因为这次呢 都是高层来的,那除了这个欧盟,还有欧洲理事会 米歇尔都来的,冯德来德,欧盟那些 好了,来到的时候呢,就说明摊牌,就是说,他们的去风险就是说 不可以让中国的影响力是完全令到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是受损的 比如说这个中欧的贸易,中国的顺差是四千亿 应该,不知道是美元还是欧元,但是总之很厉害 那中国说不是哦,你其中一部分中国的顺差呢,不是中国寻求 而是你欧洲有些公司在中国设厂,做了,利用了中国廉价劳动力 然后运回欧洲,所以这个计数就好像中国出楼 实际上欧洲本身公司都得益的哦,那中国计法就是这样的 那接着呢,我经常说,就是中欧的贸易和中美的贸易呢 又有些不同的,中欧的贸易呢,某个程度上 欧洲都不会像美国那样去到那么转,要捏得好死 只要能够有护理,欧洲就会OK的了 但是现在整体的形势呢,就比欧洲国家感觉到呢 就是中国在中美贸易上面受压,然后中国就压回欧洲的市场 你这样嘛,人家的感觉是这样嘛,所以就来到跟你讲素了 那中国这次呢,都自从美国的压力大了之后 中国都不想又将欧美推在一起 所以对欧洲那方面那个都算是礼貌的,从语言等等 那不过现在大家估计今次的中欧的峰会里面是没有成果的 大家去创造了一个自己的压力,对对方的压力的意思 好了,我们再看回欧洲国家对中国仍然是有希望、寄望 那于是没有美国那么硬,但是有些具体行动 当欧洲国家的政府和中国在这方面未取得足够的平衡 而令到欧洲的企业没有信心,欧洲的企业不像美国的企业 美国企业就有个美国政府和它企业本身都有大规模 可以跟中国是讲素,那接着中国又利用美国的企业来 牵制美国政府,那美国公司有个这样的算盘胆 但欧洲公司不是嘛,所以我们看回今年一次八月以来的 在大陆撤走的资金已经有多少?已经是240亿美元了,今年一至八月而已 好了,我们看回另外一个数字,印度就是在今年以来 应该是到10月左右的,因为12月未完 印度今年吸收的外资150亿美元,当然不是说全部由中国撤走去印度 有些由中国撤走的资金就去了越南或者其他地方 但是你看到整体的趋势,外资,美资大的走不了 但是小的日资走,那接着欧洲资金是其中一个很大的撤走来源 所以今年一至八月是不见到撤走了240亿美元 好了,那接着再看别人外国,他真的去一个地方投资 他都要赚钱,而且我都不相信外国是因为市场问题 或者是因为两国关系而去特別关心香港或者大陆的民主自由 我经常都说明别人是看重你的钱,这个市场而已 好了,但是别人是会将人类的普遍价值,民主自由,人权,法治 看成是经济保证的一部分,大陆又不是的 大陆觉得经济和政治分开,但是经济经常被政治抱着来死,是吧? 所以外国这次目的减低那个评级,他还有其他数据或者理据的 那当然中国我不接受这些西方的观点而已 但是关键就是别人不理你信不信的嘛 你中国不信别人,别人更加不信你中国的标准,是吧? 好了,看回这次无论目的也好,其他的评级公司也好 他觉得香港现在是失去两制,两制是不断消失的 中国说不是,两制仍然是完善之中,我经常说我两种观点都摆出来的 两种说法,但是大家信谁自己决定了 接着外国还说香港是失去法治,中国都说香港是什么时候失去法治啊? 那你们现在认为多少,香港又说做国际仲裁中心了 别人说的不是经济方面,是你整体那个法治的精神原则 能不能够保证投资者的信心呢? 这个是一个很意识形态领域的范畴,多于是一个真正法律的范畴 外国经常说政治是目的,法律是手段 人家的标准是这样,人家的看法是这样 经济要和政治分开,不要用外国的政治来影响两国的经济 就是南沿北撤,标准都完全不同的 所以现在大家都说,总之我降你级的标准就是他的标准 你认不认同他都是这样说的 所以失去两制,失去法治,接着还有一个逐渐失去资讯自由 那中国就说,香港就说你什么时候有,你看香港什么经济数据 你几透明的,又不得你做 但是人家说失去资讯自由是指整体的嘛,是不是? 很简单,你看外国的顾问公司 他去一个地方的投资,给人意见 他说这个地方的好处,但他同样说这个地方的风险 但是香港或者大陆的文化也不说的 你最紧要来,来了之后呢,是怎样? 就是说,最紧要引出你落甲先 你跳了到泥淡或者水池里,就看你自己生存得如何 又不说中国的政策,有时经常变的 那这些才令到人家感觉没有信心 我不是挑拨的,我也是实事求是 中国自己本身的顾问公司,为什么没有办法争取国际上的市场呢? 就是因为他自己有局限 上级告诉你,中国公司要唱好了 别人不是单纯要你唱好,要你讲事实 你可以唱好,但是不可以隐瞒负面 是吧?你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是隐瞒的时候 别人将好那些正确的东西,别人都不相信的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传媒学了 好了,接着还有,现在外国呢,你说它强硬来也好,事实也好 它是担心中国和香港本身的安全问题的 你说国安法,或者是这个 我说的国安法是全国性的,不是单纯香港的版本 另外呢,所谓在大陆间谍法 现在呢,中国也好,香港也好,批拨外面就说 你们是离横折曲的 中国、香港所说的,只是针对一小撮人的 不会影响正常的投资环境的 敲锣打鼓,不断地说外国,去到外国都这么说 但你不要经常说,你可以说,没有人限制你说的 但问题是人家信不信吗? 还有过去或者近年,给人的感觉就是 你说的针对一小撮实际上是打击一大片 尤其是对自己人,是吧? 你令到整个寒蟬效应是不断扩大 外国有时听到民间声音,听到有民间不同的声音 外国都会觉得信还有一些的言论自由 但现在你是打压了这些,而令到整体外国觉得你不可信 我们不断去讲这一类事实苦口婆心 都是想你去调节而已,不是叫你改了 因为你都改不了,是吧? 但问题现在很简单,外国就说,中国你说的对 但是我作为一个商业,我作为一个个人也好 我都不想做人质的,是吧? 中国说,不会的,不会的,你看看多少可以赚钱 你要别人免于恐惧 你就不要再保留你的所谓一小撮,是吧? 你越是这样说的时候,你自己就保证 觉得我有什么牌都在我手上 人家不是这样跟你想的 好了,具体讲一下眼前 刚刚现在北京就举行中欧峰会 欧洲理事会的头头米歇尔 他开一开会,他说我开完会我都走了 他提早走的,为什么呢? 消息放出来,你说他特意放出来 去踩中国也好,怎样也好 新闻就是这样,你可以中国又骂他的 他放出来的消息是怎样 就是他在中国感觉到,他的信息是被人监听的 不自由的,即使他的手机,外国继续 但是这个网续都要经历中国的 他说他怕跟欧洲那方面的联系涉密 中国立刻说,现在监听你的手机 不是中国的 中国的意思就是监听你的可能是美国 过去也结果了,德国总理那时候 默克尔的手机美国都监听的 这个全世界的例行公司来的 但是人家在外国他说,美国监听 大家同声同气,但是中国监听的不同 所以汪文斌即是外交部 不是中国监听你的,他又没有说 中国又没有监听,全世界都知道 结果美建议用这一招就早点走 你可以看看这个做法 其实是说明你整个宣传战不是一个方面打的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中国如果单单只是觉得人家只是看实践 不讲其他的软实力的意识形态 你就大错突错了 所以只能够寄望就是早点醒醒 醒不醒我们是控制不了的 所以我们都说实情出来毫无 这个说剥扁外国踩中国 如果中国是聪明的 我同样是可以有很多实际的例子 因为现在好的有积极的方面 官媒已经讲很多了 但官媒从来不讲负面的 我们这一种是总体平衡理论 如果官媒又讲负面的 我们又可以多讲中国正面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留意我在其他的传媒 可以是很平衡的 就不要那些有心人单单看见我们 又在中国等等 就是因为你们的片面 所以形成了你眼中别人的片面 这个不讲太多了 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